2024年4月10日 时任评纪会主席朱敏健卸任 行政长官委任林美秀出任新一任的主席 曾经在律政司服务29年 退休前任国际法律专员的林美秀 这两份工作对他来说有什么分别呢? 他接受兼职自尊访试就这样说 我在律政司从事了法律工作29年 来到评纪会其实做的工作都是与法律有关的 只是个范围就是集中在处理四条反歧视条例 所以其实共通点都是与法律有关的 但是一个更加重要的共通点就是 两项工作都是主要集中在维护香港的法治 以前的工作我很多时候就会收到政府的部门 给我不同的文件 他们都会收集了市民的意见 以及他们的建议 我就就着这些资料去给予法律的意见 但是今天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 我自己要站到前线去接触社会的不同的持分者 特别很多弱势社群 去了解他们的挑战和他们的需要 我也都要亲身向他们解释 四条反歧视法例的内容 这个是站到前线和市民大众 特别是一些弱势社群接触是一个 相对于我以前的工作和现在一个最大的分别 但是我感到是很有感觉感的 因为真的亲身地知道了他们的需要 去令我更加有效地策划 我将来要怎样去做好平击会的工作 问到上任后会有什么新政策 又有什么信念推动他 林美秀这样说 平击会是执行香港四条反歧视条例的法定机构 我们的工作包括执行法例 消除社会上的歧视 促进平等机会 以及构建一个多元共融的社会 多年以来我们都是透过多管齐下的策略目标 是理行我们的职务 透过处理投诉 安排调停 给予法律协助等等 我们让受到歧视的人有一个有效的途径 是处理他们受到歧视的问题 诚信处事和尊重分歧 是我自己一直以来抱手的价值 都是引导我工作的一些指引来的 香港是一个法治社会 亦都是一个多元社会 所以诚信处事的时候 就是我们要有信任去诚实去做好每一件事的时候 就会获取到每一个人的信任 如果人与人之间有信任 工作就会开心很多 无论在工作间 市民和政府之间都是一样 在机构里面都是一样 林美秀亦都值此机会谈及对平机会未来的期望 我们的四条反歧视条例 就在九十年代制定的 而一直以来 香港都是一个普通法的司法管车区 在制定这四条条例的时候 我们都参照了我们周围的司法管车区 包括英国、美国、澳洲这些地方 这几条条例在过去的几年 亦都是经历了一些改变的 一个主要的改变就是2020年 我们修订了我们的反歧视条例 加强了我们卫暴母语的妇女 她们不会因为卫暴母语 而受到歧视或者骚扰 同时我们也加强了在同一工作间的人 她们不会受到性骚扰 种族骚扰 又或者是残疾骚扰 这个是我们近期的就着法例的更改 未来几年我希望在我带领之下 平机会更加是可以发挥到她的法定职能 令到香港变为一个更加和谐 共用、包容、关爱的社会 是对iah优优独播剧场的